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纸币的国家 纸币的产生反映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完善 随着商品流通范围的扩大和流通商品数量的增加 金属货币越来越无法承担主要交换价值体现的重任 最后不得不逐渐退出作为主要交换媒介的历史舞台 而让位于纸币 纸币是商业繁荣的现象之一 也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与金属货币相比 纸币作为交换手段更方便 更经济 更科学 从历史文化角度讲 纸币本身所展示的社会信息量更加丰富 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产生于中国北宋年间的四川成都 宋代的纸币呢 目前世界上没有发现失误 元代明代的纸币呢 存置量极少 清代的纸钞呢 要想收集一套呢 也比较困难 这张大清银行的纸币 目前呢 可算一张稀缺品种 民国时期的纸币是纸币收藏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它的发现量呢 非常之大 板别非常之多 所以要收齐的话呢 就是相当困难 它由国家银行纸币和地方银行纸币两大部分组成 在民国初期 政局混乱 军阀各自为政 尽向发钞 各省 各地区 甚至各行业也都发现钞票 至于国家银行发现的钞票就更多 那么现在保存下来的钞票 为我们的收藏和研究提供了一个极大的收藏空间 目前 民国纸币的收藏研究 是收藏界的一个热门话题 中央银行是孙中山先生1924年在广州设立的 它印了许许多多的品种 许许多多面积的钞票 中央银行从1924年到1949年 发行的钞票不下几千种 目前要把它全部收齐 非常困难 这是我收藏的中央银行的几大系列的部分钞票 这里是兑换卷和法币部分 这里是金元卷部分 这里是银元卷部分 这里是铜元卷部分 这是东北九省流通券的部分 这是东北九省流通券的部分 强见的兑换券和法币部分 发行量呢 非常大 像这种加盖帐门的和改行的真正值笔呢 比较稀少一些 东北九省流通券是抗战胜利以后呢 只在东北地区流通券的一种发币 面额比较小的那种呢 目前比较少见 像这种石原那种条面 比较少一些 金元卷是1948年8月份印制发行的 刚发行的时候呢 规定200元的价值呢 是一两黄金 但是发行不到十个月 就狂贬了多少呢 两亿五千万倍 甚至在黑市呢 贬到12亿到13亿分离之头 像这样的经营状况呢 老百姓是没办法生活的 这张100万元券 是流通过程中的片面的最大的面 它在市场上呢 目前不算是十分稀缺 1949年 国民党政府在尚未解放的广州 重庆等地呢 又发行了一种叫做银元卷 这个银元卷呢 当时规定7亿5000万元的金元卷 可以兑换亿元钱的银元卷 但是呢 发行还没有几天时间 就开始崩溃 这种银元卷 这种银元卷目前贫向好的 和稀缺的品种 在市场上已经不多见 关心键呢 是旧中国为缴纳关税 而发行的一种纸钞 后来呢 也参与了市场零通 它的印质量非常大 目前呢 除了25万的券面 和少数一些品种之外 其他的品种呢 在市场上呢 都比较多见 我从事收藏工作 有20年了 我在我机场的产品呢 门内中 纸币 各种系列的纸币 大概有4000多种 因为我感觉呢 纸币 它琳琅满目 它的研究和机场价值呢 丝毫不逊于任何 一个门内的古文 作为收藏品的纸币 它所包含的信息 除了它的面额之外 更为重要的是 它发行的年代 它的文式图案和它的印质质量等等 将所有这些信息综合起来 对于研究当时的社会生活 有着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 不影响 FM FM T 感谢观看